今天这顿饭厉害了 因为有一个粉丝上来跟我一起吃 发现是女粉丝 是的 我是有女粉丝的 今天这顿饭呢 我们要吃的是路边摊的烧烤 但是 无语有云 我们不一样 每个人 这家店真的很不一样 它有两个点让我觉得很不一样 第一 路边摊的烧烤的主厨 以前是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师 第二 它烧烤的东西不是什么压身啊 鸡腿那种这么寻常 真的是一些很 我自己没有见过 算是很特别的东西 第三 究竟我的女粉丝长得漂漂亮呢 去好现场看一看 你好 你好 哈喽 老板 谢谢 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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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想问一下 这里是升级大厨 是你? 是我 你以前是哪家? 港山香咖喱喱 后来就返回北京 再回港州 你就是那位大厨 又是女士 是 五星级的餐厅做烤肉和路边摊做烤肉的区别 我分为两个概念去看 第一你在酒店里做烤肉 如果人家会觉得你做烤肉很好吃 其实未必是真的 有可能是那个光环 是酒店给你的光环 会令你发光 但是其实如果你在一个城中村的地方去做烤肉 同样有食客清赞 还有回头客 其实才是你自己真正发光 这是两回事 其实酒店很多时候是吃环境 但是我们这些就很明显是吃味道 老板 今晚的情况是这样的 稍后的时间我会和另一个女性朋友 过来吃饭 不要失礼 但是又不要太奢侈 因为荷包有饭 你帮我发饭 有什么好吃 我这里的招牌肯定是澳洲M5级牛小牌 只做三成熟 超过三成熟 我们不做 因为这只肉是M5级 如果到M7级可以生成 这只M5级一旦超过三成熟 一定不好吃 这只牛是性价比高 和奶香味是足的 奶香味 对 吃和牛是吃奶香味的 OK 还有什么好吃 OK 还有一个就是当季肯定是大杂蟹 大杂蟹 大杂蟹 大杂蟹不是白水煮 我们用石子包裹 里面加了香草 加了海银 很开玩笑 吃起来会更加甘香 还有没有高食 还有没有高食 尤其是高 还有什么招牌都吃不到 手放不上一只大杂蟹 一根六只老虎虾 你记住不要失礼 我今晚有女孩 应成你 虽然说是一个路边摊 宵夜当的感觉 但是现场看到 干干净净整整节节 OK 不错 同时刚才老板跟我说的那些东西 为大杂蟹等等 真的挺能勾起我的食欲 应该不会失礼 约女孩子来应该会可以 但重点是 为什么女主角还不出现呢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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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到花儿 也卸了 啊 You want my destiny 可待 You want my destiny Cinby姐 不加个姐姐 Cinby妹 鲜 烧烤汤吃大杂蟹 鲜 虎虾 很肥大的那种 哇 AM5级的澳洲和牛 哇 这些店会不经常来 用街边店 我吗 不是你妈 我平常都不出去吃饭 都是在家里吃饭 叫外卖不要宅嘛 你知道出来吃饭 你有啥意思吗 就要化妆 那化妆的成本太高了 今天嘴巴好干 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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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无意外 可以开饭 我示范一次给你看 快点 当然不是吃了 OK 因为其实一个合格的徐司 可以将牛肉的血水 血水就是肉汁 是 在烹饭过程中 可以锁在牛肉里面 而不会流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整个底部 是没有血水出现的 而且你吃的过程中 是不会感觉到血腥味的 为什么要沾盐呢 就是因为盐不分解蛋白质 如果你做了足够的盐在表面 再拿去烤制 它里面的血水 会流出很厉害 明白 所以是现在会引爆 你试一下 三成熟的牛排 三成熟的牛排 我貌似是第一次吃 我已经开始吃了 觉得如何 好吃 很爽口 你要吸着吃 哇 sorry 你要吸着吃 因为当你第一口 你的舌头割开了那个肉之后 汁水不断在出来 如同刚才老板说的那样子 你没有太多血水的腥骚味 怎么样也没有 有的是那种很原始的 很香的那种 就因为 其实有一点点的血腥味的话 会让你觉得说 哇这条菜很 很有你的食欲 这个能做得到 但是它这个不是血腥的味道 是那种原始的味道能够出来 三成熟的牛排 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但是这个感觉很 OK这个呢就是他们这边的老板 刚才跟我说的 手掌还要大的一个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 这个叫做 这里行不行 这里要开一点 那个叫什么 圣子王 真的是比手还要大的 我不客气了各位 这种尺寸你觉得OK吗 作为一个圣子 我觉得吃一个就饱了 你能一口 吞下去吗 那就爆点天物了 各位我不客气了 头那一块呢是偏爽口一点的 身体那一点呢吃起来是比较糯一点 有点像是在吃猪肠的感觉 它本身的味道什么 只能用什么新鲜的 各种去使用的 但实际上当它足够大的时候 它能够在你的嘴巴里面 给到你那种满足感 就是那一口完整的切割感 摇感 主角感 各种 都是只有那么大能够到你 我建议如果是女人 等我要吃这个的时候 背一个刀唱 快点 你已经搞了它很久了 你已经搞了它很久了 这么大耶 鼻子那样大 这种类似于盐局的做法 我很想试一下 老板不断在强调说 这种做法之下 会没有核心味 这种无论海蟹 胡蟹都会有一种是草臭味 加了香草 加了海盐 可以配做这种超强的 对不对 真的完全没有心味 好好感觉 这个的话它的包是实一点 就更加厚一点的感觉 这个是油的 我自己会更加捧少那种吃法 因为我自己也试过 这蘸醋 这蘸那种 醋 蘸那种蟹醋去吃 你会发现 虽然说醋是去了它的那个叫做 心味 但是同时 酸味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卡 蟹膏的那种味道 但是这种吃法 没有 目前为止 这个今晚我的爱出来了 爆过来了 不过这样用手跟你一样了 有辣椒 ok guess great 我相信这只虾生前会好吃 我相信这只虾生前会好吃 我相信这只虾热肉会好吃 这个叫什么 珍珠 珍珠 它不是生蚝 它让我很喜欢的是有点嚼劲 这个可以 说出来可能对这个棒不是太公平 但是真的会有点在想吃 珠肠的感觉 但是你 珠肠的话 你永恒吃不到这种鲜味 刚刚好的状态 会贵 但是贵的我觉得还有它的重点在 不错 一顿饭就都吃完了 Siri姐请发表 我觉得今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牛肉 怎么说 因为三成熟的牛肉我从来没有吃过 不敢吃 一般都是七成以上的 ok 于我而言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环境都ok 就路边摊大排档 但是它也能够吃到一些 星级主厨的一些的出品 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有兴趣真的可以过来试一下 算路途偏远啊 这边离市区 ok 各位想关注一下我们的整个更多的一些动态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城记 这个微博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品城记 也是非常欢迎你关注的上面有的详细的图文的 最后请你记住 姚大秋是要吃完全世界的人 ok 收工 我们的朋友 打我现在就去打仗 打属于我自己的一场仗 假如现成世界 根本就是一个战场 今天就是现象 是不是一对产欧 假象